每一支都是手工彩绘工艺 每一支都经过高难度纯手工制作的陶瓷表盘 每一支都是925银的表克材质 每一支都是限量彩绘图案 小刚在这里要郑重告诉各位 小刚手上这一支不是手表 这是一件艺术品 今天小刚就要讲一讲 这一支算是小刚有喜来 在频道做过测评过最有艺术风格的这个表款 就小刚今天手上戴这一支 大家好我是来自GORU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小刚应该算是全网各大的平台 应该是小刚算是第一个和大家分享 这一个这么独特的这个品牌 它是一个2019年创立的这个品牌 叫HYSEN 那创立品牌的这一班人 都是一群热爱陶瓷艺术的这个收藏家 也是他们用了超过三年心血 去研发出来的这个作品 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心血 那他制作这一支表是在全世界聚集最多 最文明而且又有历史的这个陶瓷地 中国景德正的这个彩绘师傅 这个彩绘师傅他的这个作品 更是曾经被这个Olympic 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会的主席 收藏过了 甚至有被这一种博物馆都有去收藏过 这个他个人的这个作品 那景德正有一句话流传着 叫千年枯火 生生不息 指的就是景德正在磁器重大的地位 当然还有在机械表 超过20年经验也是曾经在雨波 Hughblock 担任技术工程师的这个师傅 大家一起去完成了这一支手表 为什么小刚我一直强调说 它是一件艺术品 而不单单只是一支手表 那因为这一个品牌的手表 确确实实 每一支都是以纯手工绘画 再到烧制去完成的 那这支表注入了绘画师的这个灵魂 整支表抓在手上去欣赏的时候 感觉这支表 就真的是有话想去跟我们沟通 有一个灵魂的一支表 那首先这支表的表盘 是以最传统的陶瓷 Porsaline 百年传统工艺去制作 那在这里这一个机会 和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什么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Fartland Enamel的工艺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陶瓷 Porsaline的这个工艺 那其实两者工艺是很相似的 都是要以高温去烧制 去做到稳定表盘中的那个色彩 那Fartland Enamel主要的方式 是以铜片材质为主 那也就是表盘中 它基础开始做 Enamel那一片表盘 那个Base Plate我们叫 那因为铜片能够耐得住一次次的高温烧制 那这样的铜片材质呢 它能够耐得住一色一烧 它是需要用颜色一层一层盖在上面 整个烧制过程才能做到 把很鲜艳的那种色彩 稳固定在表盘中 那Porsaline陶瓷 则是更像一个艺术 更像一幅瓷画 你看到的这些白色 整个都是Porsaline 也就是我们的这种陶瓷片 这个材质 它两者工艺各有欠修 当然在这么小的尺寸 又薄的这个瓷片上面 你要创作彩绘 是需要水平极高的这个画石 还有耗石非常多的这个衍生跟精力 因为这么小的尺寸 做绘画 能画得好 和绘画 是完全是两件事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表盘 呈现出的这个白色 是非常非常的白 几乎可以用这种冰冷雪白 去形容那种美感 真的不是开玩笑 拿在手上 非常的漂亮 每一个表盘的制作 都是以手工经过72道工序 而且做出来的表盘厚度 是不能超过一个mm的 它的难度还有功夫 是非常其讲究 而且非常非常的耗石 那然后再到每一个表盘 由师傅去一一的彩绘 所以每一支 是不会有一模一样的这个细节 那为了要完成它这个最完美的这个表盘 它也要用了这个有千年历史的这种枯口 以过千度的这个高温 去烧制成为这个法郎的工艺 而且烧制的这种木炭也是采用最当地 在景德镇的这个木材的原料 那一件百年传承的艺术品就此诞生 据小刚我所知啊 每一款表盘的这个图案啊 都只有一定的小数量哦 就好像小刚手上这个山水图啊 才推出了100支哦 龙的这种图腾啊更为稀有 只画出了20支 为了把表盘做的更美更有艺术感哦 有些甚至需要用到纯薄黄金哦 去添加更多的这个色彩 这就是整支表啊最大的重点 也是这个品牌最大的特色 不仅仅是如此哦 其实它的表克啊 用了大概有64克 就是925的银哦 去打造的这个Silver Case的银材质 这个表克 你拿在手上啊 它这种银哦 肯定也比不修钢这种Standard Steel 更加有分量 当然它的这个价值也更高哦 而且表克为了达到有更高的这个亮度啊 所以品牌哦 刻意打整个表克其实是度的老哦 尤其是我们常听到的这种Rodium plate 那Rodium老哦 这个东西啊 你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哦 它是真的比王金更贵的一种材质哦 它是按客去计算 而且是过千美金的哦 是非常昂贵的这种材质之一啊 一般上只有在高端的这种品牌啊 只用在这种机型上会度牢哦 那它这个表克是度了0.2micron的这个牢啊 那拿在手上啊 真的是非常的善良 那它表克是一个43mm的这个规格哦 从小刚以上提到的这几点哦 其实你就看得出哦 这个品牌啊 它把所有的字表的成本啊 都集中在表还有表盘上面哦 因为每一只哦 都需要人手去完成的这个费用啊 实在是太高哦 所以为了降低这个表的售价啊 品牌它用的这个表带啊 其实算是一种 比较普通的这种皮带 那小刚作为一个表带的爱好者 当然小刚也会自己哦 马上换上了自己喜欢的这种高级鳄鱼皮表带哦 那你换上之后啊 哇 整只表啊 是上了好几个档次哦 完完全全把表的这个美观啊 提升到另一个境界哦 真不开玩笑啊 它表带啊 就好像表的灵魂啊 这个是我一直这样认为的哦 这一只表啊 为了让表哥看起来更有完美艺术品的这种美观哦 所以它把这个调时间的这个cloud 这个表官它的龙头哦 是放在正上方12点的这个方向哦 所以你要佩戴的时候哦 如果需要上链或调时间啊 是需要先把表带拆下来先哦 然后再去上链或调那个时间哦 当然现在市场上有了这个快拆的这个spring bar 就它的这个快拆的生额啊 所以也不会到那种真的说很不方便的 那种地不辣啊 我个人这样觉得 那因为每一只哦 都是经过师傅哦 手工去彩绘的哦 所以底盖克的数字啊 是代表着这一只表哦 画出来的表盘生产出来的那个年份哦 那我个人觉得哎 这个是还挺有意思的哦 它机型的规格哦 是用了自动上链哦 这个进贡啊 SECOL NH05的这个日本机械的机型哦 也是公认非常耐用的机型之一啊 那这个也提升了更多的性价比哦 比盖也刻有品牌的这个logo哦 那它表径的玻璃哦 那它表径的玻璃哦 是用了这个SURFIRE蓝宝石材质的这个玻璃哦 MING PAO CANADA